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心脱俗 不认识那个字 突然身后有人撞你一下 你向前退了半步 一看你就是一个妖艳见惑 来 妖艳见惑 这是哪个小浪体子在仙君房外鬼鬼祟祟的 花音刚落 这女子上下扫视你一眼 顿时脸色一变 退后半步 哪来的妖怪 怎么了 春 春啥呀 这字是念青还是念经啊 欧 是那个欧阳经 对吧 之前那个人民名义里好像 经 春经 我是妖精 怎么了 你还是个春经呢 哼 怎么了 春经又大惊小怪的 一个黄衣女子文言走了过来 轻慢地打亮你一眼 顿时也惊了惊 好大的妖气 真的是妖怪 天宫怎么会有妖怪 你顿时觉得像是回到了月剑谷被中腰围观时一般大写的尴尬 解释身份 无道明 嗯 我先存个档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咱们 咱们这个时候啊 如果无道明的话呢 咱们可能就会被她们当成妖怪给弄死了或者给扔出去了 咱们解释身份呢 咱们怎么说呀 咱们明明是一个妖 咱们如果说我是天女 而且咱们也不确定咱们到底是不是天女 对吧 而且我说了她们也不一定相信 如果这两个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那我选不道明 坐等打脸 是吧 我就不说我是谁 然后到时候让别人来说 说哎呀 天女 是吧 然后她俩就打脸了 对吧 我不说 以一语不发 云淡风轻地看着她二人 她二人顿时被你看得有些浑身不适 智慧加舞 好 我们加了智慧 哼 鬼鬼祟祟 我看她许是妖族的刺客也不定 秋堂姐姐快叫侍卫来 秋堂 你叫秋堂呀 我有首歌也叫秋堂 说得对 快来先啊 抓妖怪啊 这个很搞笑啊 一般其他时候都是快来人呐 因为她们是仙剑嘛 都是仙 快来仙呐 快来妖啊 那个黄衣女子顿时高声嚷道 引来无数人靠近 顿时她二人得意不已地看向你 仿佛看见了你被视为所制住的狼狈模样 住口 方才店中提醒你行李的侍女出现到 沐东姐姐 你们怎么敢对天女如此无礼 打脸了吧 顿时两女尖难以置信地看着你 天女 她不过是个女妖 住口 口无折拦 罚你们闭门思过 姐姐不要生气 我们知道了 天女恕罪 那黄衫女子急忙求情道 算了算了 她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况且我的确是个妖 天女海涵 你们还不赶快谢过天女 哼哼哼 那粉衫女子最厉害不服气地嘟囔道 真是野鸡变凤凰了 一个小花精居然是天女 你心头一领 我这好歹是狗尾巴上天变天女了 四皇天女恕罪 仙君长期闭关 这些个侍女平日缺乏管教 便有些口无证 啥干 你俩就俩小丫鬟也敢这样 我还以为是什么公主啦 什么啥的 就俩小丫鬟呀 口气那么狂妄 无妨 还为多谢你 方才提醒我行礼呢 木冬微微惊讶地看你一眼 行了行礼 方才不知天女身份 是奴婢多言了 还请天女恕罪 我没有怪你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不必如此 我不过是一个凡尘的小花精而已 对这里的一切一无所知 还要靠你指点呢 天女客气 木冬仪一定知无不言 这位木冬姑娘 看起来带有几分可信 也许可以将她打听一番 你要问什么呢 好 要打听啦 打听关于月华君 关于你的过去 这些肯定都是可以问的 先问问月华君吧 卢婢自天女离开之后 才被先后派着酒花店的 先军各为执掌 但自从天女离开后 先军长年闭关 不见圣人 虽然有无数女子 对先军心仪思慕 而先军却毫不在意 从未给她们任何回应 天女走后 便一直寡言少语 令人担忧 眼闻言顿时脸上一红 这听着还是为 为咱首诗如语 不过咱也没那么霸道 瞧 都把这孩子 憋成闷葫芦了 先军过去 虽然也惜字如今 却听说是个 温润体贴之人 现在却是不问世事 想来与天女 终于重逢 应该很快便会恢复了 要问什么呢 关于我的过去 奴婢过去未曾见过天女 只听说过天女和先军的故事 天女执着打动天地 奴婢心中敬佩不已 诶 居然有人敬佩我 我也有粉丝了 不过 也不知她所知的 是否和人间一般 我并不记得过去往昔 可否跟我说一说 自然可以 天女和先军 本是佛祖法器天皇 主的一对灯心 相依相伴 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得佛祖典画 修炼千年化为人形 然而恰逢先魔大战之时 先军 先军立抗群魔 先身 陨落 坠入凡尘 天女寻遍人间不惑 先帝先后 怜惜天女孤苦 便收了你做义女 你心中点头 这些与人间流传 别无二致 终有一日 突然凡尘有一男子 羽化登仙 却正是天女日日期盼的先军 本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 凡尖却突生大祸 万妖女王风铃 顿时目瞪神色大变 天女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 这里的人都不能提起她 怎么了 曾有耳闻 你们对她如此 讳莫如深吗 你有心想了 你有心想了解 真正的过去发生的事情 天女跟我来 我都领着女子的角落里 才娓娓道来 百年之前 先军终于重登天界 与天女团圆之际 人间却不知从哪儿 冒出一个女妖精 她法力通天 翻江倒海 更号令万妖 造反作乱 天兵天将皆束手无策 竟让她一路攻至天宫 那日正是 您与先军大婚之日 她却满口胡言 抢走了先军 只听过强盗 抢美女做压战夫人 还有女的抢男的 原来魔尊喜欢的是女流氓 不对 她不是吃消的未婚妻吗 这不是给她带绿 那女妖的确胆大高天 惊是骇俗 不过最终皆是被天兵捉回 被求至索耀塔 待先帝判决 那咔嚓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若真如此 那会让您和先军又分开百年之久 说的也是 后来发生了什么 后来不知 后来不知为何 让那女妖解开了枷锁 她记恨之下 竟一掌毁了天女的原身 才害您 又受轮回转世之苦 更让天界涂炭 你心头一阵 似乎感受了那 凛冽杀气 所以天界之人 皆对此女 贵莫如深 我们九华殿 更是不许提此名字 原是如此 那女妖后来呢 后来 听说 古佛派了 沙神前来将她制服 立即处以了 朱仙台 夜火焚烧之行 在夜火中魂飞魄散 化了 化为了灰烬 灰烬 你心中莫名沉重起来 原来有这样深的纠葛 只是这样一个 惊天动地的女子 月华君 为何说不认得她呢 这般随口一问便知的事 她为何不承认呢 难道她真的忘记了吗 你要问什么呢 我都问过了 我没有问题了 无事了 谢谢木东姐姐 你先去忙吧 天女真是一个谦和之人 若有事 可以换木东 奴婢先告退了 木东离开之后 你看了看走廊风景 左右无事 不如随便逛逛 要往哪儿走呢 爷 我要存个档 怎么是走左边 还是走右边 男左女右 怎么走哪边 不要说出来 左 当然是走左了 出门左准 那我听你们的了 走 你一路走进一大殿 看模样应该是书房 你四处扫事 大殿上纤尘不染 物件都摆放整齐 想来月华君 应该是个极爱干净 一丝不苟的仙 你玩儿一笑 继续看向书架 轻轻掠过一眼 刘儿却猛然飞了出来 它落在了一个盒子 拍了拍翅膀 那个盒子顿时引起了你的注意 这盒子做得精巧 繁复的花纹 更是精致无比 表面却有些磨淡了 想必是主人 经常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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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吧 经常磨磨 之骨 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点击盒子 响 响 你打开盒子 身后猛然一只手拍了你 干嘛 鬼故事吗 之后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你吓得微微一抖 急忙松开了盒子 里面的东西也顺势掉了出来 一声清脆的响声 你转过头 原来这个人是月华君 月华君这鬼鬼祟祟的 我开始有点怀疑月华君了 怎么感觉他在监视我的样子 可是吓到灵儿了 灵儿在看什么 看得如瓷如神 我方才看着盒子煞事精巧 一时好奇 便想去来看看 是我鲁莽了 无妨 零儿想看什么 看便是 月华君并不在意 你低头拾进了地上的东西 原来是一块翠绿玉佩 玉佩 玉身通透 绿玉盈盈 中间却有些断痕 上面还隐约刻了一行小字 此时相望不相闻 你隐约间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是脑中突然脚痛 你不由得按住额头 柳儿着急地飞向你身侧 在你身旁盘旋 玲儿 月华君见状急忙扶住你 突然有些头疼 不知是怎么了 月华君闻言 瞬间横抱起你干啥呀 这就公主抱 月华君 不怕 我带你去休息 叫老君来给你看看 护气狂魔吗 简直了 你在他温暖怀抱中 微微点头 月华君便抱着你 一路走回了寝殿 天色渐暗 月华君坐在你身侧 柳儿在你床头默默立着 真的不要让老君来看看吗 你含笑摇了摇头 月华君真是个温柔之人 已经没事了 你手上细细抚摸着 方才那块玉佩 质地温润 不知为何有些熟悉 领儿 你似乎喜欢这块玉佩 只是见他精巧 上面的字有些耳熟 像是诗文上的 这块玉佩 是何人送给月华君的吗 我也记不得 是何处得来的了 若领儿喜欢 便送给领儿了 你闻言一征 默默收下了玉佩 晚膳之时 木冬钻了饭食进来 虽说仙人 并不像凡人一样 一日三餐 但是补充能量 也是不可少的 我平日闭关 有位教工人 准备过什么好吃的 这些千年铃参 和玉京仙鹿 人儿便将就着吃 啥千年铃参 和玉京仙鹿当晚饭 还将就着吃 你们仙人挺奢侈啊 你孤冬吞了吞口水 这些极品也叫将就 你跟我想的一样 咱们两个真的是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这肯定是人家平时吃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就是极品了 我们就好像刚刚进城一样了 你突然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我的未婚夫原来是土豪啊 不过你左看右看 这些东西固然名贵 灵气和不要钱色的往外貌 但是对于你来说太补了 最后你拿起旁边 点出的果子吃了起来 玉华君看了你一眼 刘儿爱吃果子 你点了点头 吃得不亦乐乎 一旁的暮冬暮凳口袋的 看你满手枝叶 若时晒干了 放些蜜糖 腌制成果子 才更甜呢 原来天女喜甜 奴婢记下了 玉华君片刻失神 你边吃边拿 眼见外头天色渐暗 随口问道 我今晚睡哪个房间 天女不和仙春同情吗 你顿时显些腔道 玉华君自然 自然地帮你顺了顺背 顿时安心下来 玉儿自然在这里休息 你顿时咳嗽不止 小脸胀红 一个果盒被你 咕噜一声吞了进去 这会是真呛到了 仙记的民风 都如此开放吗 完善过后 工人街退下 玉华君亲手 点起一盏华灯 夜幕似合 寝殿灯火明灭 青山漫漫 隐约可见 玉华君侧卧在榻上 恍恍惚惚惚间 那如话容颜 便不着痕迹地 落可心中 玉儿 来 干啥呀 干啥呀 月华君伸出 羞长如意的手 来呀 造作 你走上前去 面上却忍不住飞红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们还没成亲呢 月华君神色淡淡 却是自如 难道玲儿 不想和我在一块吗 喂 你们这是干啥呀 接下来是不是 不能播了呀 这种时候 女孩子 说香叶太不矜持了吧 不过这样 都不扑上去 有人太说不过去了吧 你要扑上去吗 然而你内心 天死恶魔 还没斗争出个结果 月华君就一顺势 拉了你过去 你惊呼一声地抱住了他 淡然 淡然地相隐约可闻 月华君突然皱眉 你对时起身反应过来 是不是压到你的伤口了 看我这记性 无妨 月华君 清澈剔透的子眸 平静地看着你 睡吧 这样我怎么睡得着啊 嗯 月华君俊美如画的脸颊 表情端正 十分无辜圣洁 没什么没什么 晚安 你面上一红 风铃 你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别人还受着伤呢 一夜美难陪伴 你本已会难以入眠 内心沉静下来后 却觉得十分安稳 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就天了啦 什么都没有发生 哎呦 我们在期待些什么呀 好吧 我们这期就录到这吧 已经二十分钟了 好 那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